最新公布的財政預算案 除了宣布撤銷所有納礁之外 另一個影響樓市方面的改動 就是在OnKit方面 坊間很多人都留意到 金管局宣布取消壓力測試 網上也看到有部份朋友留言 表示取消壓力測試 會不會對接下來的樓市造成危機 令到很多還款能力不高的人 都可能上到會買樓 還擔心這個會對未來的銀行體系 造成一個無可挽救的心願影響 當然要了解這個措施的影響 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取消壓測 詳細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我們就用一個例子去看看 以一個1000萬港元的物業為例 假如買家想成做最高乘數按揭 就可以做到九成 連按揭保險在現在的利息4.125里 利用還款30年期做的計算 每月供款就需要44709元 在原有的壓力測試 需要加兩來去計算 月入需要到93,420元 才符合要求 現在取消壓測 是否代表月入沒有再有要求呢 其實在加兩來的壓力測試之外 借款人還需要另外符合 每月供款 不多於月入50%的要求 這個是沒有變度的 換句話說 即使取消了壓力測試 用回剛才相同的例子 月入要求仍然需要89,418元 對比原先要求93,420元 的確是減少了大約4.3% 對於買家來說 入市門檻的確是降低了 但實際上的變化並不是那麼大 壓力測試的目的其實是要確保借款人 有足夠的財務能力 應付萬一在按息上升的時候 引致的還款壓力 由於香港的拆息已經處於一個 價高水平都一段時間 加上市場預期美國息口已經見頂 今年將會進入減息的週期 認為假設利率再進一步上升的幅度 不會很大 加上其實借款人仍然需要符合 每月供款不多於月入50%的要求 所以其實取消壓力測試是絕對合理的 在相同人工之下 買家可以買大多少呢? 假設一個月入5萬元的買家 在現行利息4.1月5來 選擇30年還款期 乘做最高90按揭底下 在原有加2來的壓力測試 最高可以負擔的樓價就是大約535萬元 每月供款大概是23919元 而現在取消了壓力測試 由於仍然需要符合每月供款 不多於月入50%的要求 每月供款最高可以達到25000元 而最高可以負擔的樓價 就增加到559萬元 換句話說 人工不變的情況下 取消壓力測試後 這位買家可以負擔的樓價 可以高了4.5%的物業 如果一個月入8萬元的買家 可以負擔的最高樓價 就由856萬元提高到895萬元 當然買家也需要留意自己有多少首期 但理論上同樣地 買家的選擇 亦都可以將自己的預算 提高大約4.5% 除了取消壓測之外 還有些什麼是放寬了呢 其實中高價物業的按揭乘數上限 亦都有放寬度 影響就是一些樓價1500萬元以上的物業 原先在不借按保底下 1500萬或以下的物業 最多才可以借到七成 現在就改成3000萬以下 都最高可以借到七成 而3500萬或以上的物業 按揭乘數的上限 亦都提高到六成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非自住用途 買家是打算投資出租的借款人 最高只能夠成造最高五成的按揭 亦都在今次放寬下 最高可以借到六成 最後就是一些非住宅物業的按揭乘數 例如工商鋪 車位等等的物業 亦都有放寬 這類型的物業的按揭乘數上限 就由六成提高到七成